原本在關島附近的熱低壓 在上午8點鐘已經增強為輕度颱風了 這是今年的第8號颱風 由南韓命名為晚雄 目前它的位置在台灣東南東方的海面 以時速30公里朝西北方向移動 視像局預測 如果移動的速度跟路徑沒有變的話 那麼晚雄將會從東部外海轉彎 往日本方向移動 下週一下週二會最接近台灣 那麼到時候台灣的天氣 會變得比較不穩定一些 至於晚雄的強度 還有再增強的空間 是否發布海上警報呢 還要再觀察的 但是直播台灣的機率是偏低的 而且赤相局預測 明後天週末假日 天氣不會受到影響 依然是晴朗炎熱 午後會有雷震雨的天氣